你膽大了, 憲風 你眼前還有本將軍嗎? 鶴先生願意請殷師放過院士前 你怎麼說要本將軍放過他? 就憑殷師當年的一個性命 劍鋒當年一心報國 每場戰亦視死懸惠 及後戲有幸得敗殷師門下 得殷師賞識, 提攜之恩, 沒此難言 你記得就好了 殷師和劍鋒相知十年 其間東北大政高巨禮一役 劍鋒歷錯十萬大軍, 凱旋而歸 易年, 討伐藍詔 劍鋒連奪十八聖詞, 藍詔從此清晨 到西不回額一役 劍鋒征戰三役, 忠獲全勝, 敬此三役 先帝有感恩師, 你為眼色彩, 連番聲調 最終恩師得任神策大將軍 但恩師曾經問過劍鋒, 可要搶上 是, 維師記得問他, 還記得你的答案 你說劍鋒不求賞賜 但求維師步步高升, 以報私恩 沒錯, 劍鋒的確有這麼說過 但恩師亦說過 只要他照劍鋒有所求 恩師, 你一定會如言掌賞 劍鋒, 今天, 劍鋒就懇請恩師你 兌現成命, 放過婉師前 你一直以來 你對往日的功績都隻字不提 今天你竟然為了個婉師前衝體救世 你如此苦心, 要為師放人 還要給維師一個理由 學生實不相容恩師 二十年前, 學生曾經欠下院師前一份恩情 有恩必報, 望恩師體諒 好, 院長軍既然有言在善 一落千金, 就如你所願 放人 是, 多謝恩師 兩位客官請坐 請坐… 請問要什麼? 麻煩你兩碗清茶, 兩個掃包 好, 知道… 請問大叔, 何時有船渡江? 這裡兩個時辰開一道船 下一道船應該是出事 為何今天這麼靜? 我們沿路走來, 經過耕地農田 也不多見村民 你們不知道 因為今天是不肯去觀音 進廟的好日子 人們都去光看熱鬧 不肯去觀音? 這麼明明都沒聽過 你們是路過的, 當然不知道 在三個月前, 有一位日本高僧 在五台山請了一尊觀音 打算帶回日本去供奉 中途遇上大風大浪 船家還說海面忽然之間 出現一朵鐵蓮花 阻礙著船的去路, 無論如何都開不動 是呀, 那高僧立刻念經 求佛祖保佑 這個高僧說是神靈傳義 是觀音大使不捨得離開大堂中土 又不捨得留下我們 說要呼風喚雨, 祈求留下 就這麼說吧 有這種怪事? 最後日本高僧也放棄了帶走觀音像 這座人就發起了 起座廟供奉這座觀音 既然觀音顯靈不肯去日本 這座廟就叫不肯去觀音縣 是呀, 我打算跟百姨婆早點收檔 趁著微天撻去觀音縣上班住香 祈求神靈庇佑 當然了, 觀音這麼眷顧我們 不捨得離我們而去 當然要上班住香 是呀, 是呀 啟稟皇上 大堂和吐禍遞結恩親一時 因為劉三好無辜失蹤而受阻 臣察君遍尋宮中, 未有所獲 臣以為劉三好已經善離宮中逃走 臣懇請皇上立即下旨 緝報劉三好歸案 宮中守衛森嚴 怎麼會任由一個宮被偷走出宮而不察 依朕之見逃走之說, 機會不大 一個公平或許不行 凡家多一個御前侍衛未必不可能 馬大將軍何出此言 臣以為是御前四品大都侍衛高顯揚 帶同劉三好擅自離宮 劉三好是否擅自離宮 因為另有別程, 相未查真 至於高侍衛, 朕已經跟你說過 他奉朕之命去跟蹤佛節的興建進度 兩件事根本何無關 如果高侍衛真是出宮辦事 那臣請問皇上 高侍衛何日歸期 施功之時, 有快有慢, 難定歸期 至於劉三好是否無故失蹤 馬大將軍可按照宮規徹查即可 無需小提大祖 臣並非小提大祖 皇上將劉三好許以多吉皇子為非 如今劉三好宗職妙言 關乎大堂套過兩國邦鑑 事關重大 況且, 公被擅自離宮 若不降罪, 此黎一海, 後患無窮 公, 宮中戒律豈不明存實惡 大堂律法何在? 皇上的天位又何在? 請皇上下旨 全國緝報劉三好歸案 請皇上下旨 稟皇上, 御前侍衛高遜陽在外求見 全 遵命 請皇上 卑職參見皇上 卑職逢皇上之命到江蘇一帶 視察佛子興建進度 當地百姓對皇上弘揚佛法的善舉 感激不盡 特以送此欲觀音入宮, 以報聖恩 馬大將軍, 你聽到了 如今高侍衛帶同玉觀音, 回宮覆名 所以馬大將軍所供的師通宮婢 善離宮禁之說 傳屬虛言妄作, 無中生人 但劉三好失蹤一事仍未解決 臣再請皇上下旨, 執報劉三好歸案 劉思真他不見了嗎 劉思真已經掃藥終職妙兒 在馬大將軍所統領的神策軍守衛之下 這個宮婢又豈能善治出宮 劉思真, 會不會是劉思真在宮中遇到什麼議案 劉皮, 叩見皇上 劉思真不必多禮 劉思真, 你有傷在心不必多禮 先回家 是, 太后 劉思真為何會在青絲公園 是這樣的 劉思真日前失足跌到龍手池旁的枯井 幸好子蘭今天經過聽到枯舊聲 才教上你 一個人平白無事, 又怎會誤墮枯枯井 因為失染風寒美加留神 日前經過枯井一陣聞完失足跌下去 醒來知時的天色以黑 正所謂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加上滴水未占, 身體虛弱 微妓又告暈倒 他們剛剛才醒來 幸好天功見年 只能經過聽到就把他救回來了 原來如此 絕水絕糧素人 竟然安然無恙, 真是匪夷所思 馬大將軍這樣說什麼意思? 你就是說我一近一派回應了嗎? 臣並無此義, 請太后息怒 可能我近日我伏若貧盈 招滿急躁, 馬大將軍你別見怪 太后主理後功, 更夜操勞 難免會心煩氣躁 因為露匪之事, 要皇上太后擔心 請皇上輸了 劉思真意外失足, 又何罪之有呢? 早前春雨綿綿 行得這兩天天情氣爽 否則劉思真就會溺水而無 所以平時的多行善事, 只得天功庇佑 既然真相大白, 高世衛並無私通公彼 劉思真意無善離公禁 馬大將軍應該滿意了 總之以後事情未查清楚底蘊 切脈無是生非, 無風起落 神緊張皇上教誨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subscribe和按個鐘仔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